讓陶客一吃就是20年的all day 金黃外皮酥酥脆脆 餓仔粒粒飽滿肥美 小小攤位歷經50個年頭 仍然屹立不搖 這股迷人的魔力就藏在細節裡 高麗菜放入機器切成碎塊 再撈起小碎塊放入機器重複動作 菜切得越細口感越好 韭菜 芹菜同樣放入機器切碎 很快的就堆成翠綠小山丘 緊接著調味 鹽巴跟味酥一點點就好了 雙手不斷翻攪讓蔬菜均勻吃進鹽巴 同時也將水分瀝乾 不僅內餡的蔬菜自己處理 炸粉也手工調和 那個只有在哪一米能夠炸 它會比較脆 對 如果糯米的話比較軟 用自己種的蘸來米磨成米漿 乳白色絲滑膨稠散發淡淡米香 那黃豆粉它會比較軟 那米漿是要讓它會切 炸粉的調配是黑爹好吃的關鍵 夏天和冬天的配方也不盡相同 那個豆粉也是和我們天氣有關係啦 天氣如果越嚴重 它的熟度就越好 那它如果天氣熱熱 它就好像比較不舒服 它好像會比較定心 新鮮鵝啊被滿滿蔬菜包覆 粘緊塑形淋上粉漿油炸 外皮炸到金黃油亮 一咬下脆口聲響激發食慾全開 酥酥脆脆卻不油膩 辣的鮮甜和韭菜香氣完美融合在嘴裡 讓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還有還有招牌粿 外酥內軟 散發濃郁米香 口感紮實帶Q勁 麵我先生煎的 自己用火燙 自己煎 自己炊 什麼都自己來的老闆娘胡蘇玉 對於每個環節都非常講究 客人現點現做 不過長時間站在高溫油燙的鍋爐前料理 一不小心就會被燙傷 這個手如果你沒有帶這個 會常常燙掉要有茶葉 因為它會噴嘛 炸東西難免 都會噴 做這個是真的很辛苦 因為天氣熱很熱啊 如果冬天的話這裡風很大也很難 菜市場是開放空間 攤位沒有太多遮蔽物 不論忍熱都得忍耐 而這樣吃苦耐勞的精神 或許是從家庭代工訓練而來 年輕時的胡蘇玉 做了八年的家庭代工 結婚後 漢先生的舅舅學做偶爹 開啟他的小吃之路 做手工錢很少 做這個是比較辛苦 可是我們時間會比較長 可是我們的利潤會比較好 我們今天去做我們今天就有錢了 你如果去做工具 你要一個月 交代可以領得到錢 代工和做生意的差別 立竿見影 這讓胡蘇玉甘之如意 更加勤奮學意 隨著舅舅離世 他也能獨當一面 儘管早已經做出名氣 但為了開發更多客群 不忘增加新品項 現在的人口味都會變 尤其是年輕人 他們有的會比較喜歡吃奇奇怪怪的 他們不 這個是 是菇渣米是 好像有的年輕人會很喜歡吃 有的不見得會很喜歡吃 現代飲食多元化 加上健康意識抬頭 賣偶爹的人越來越少 但胡蘇玉不願放棄 遵循古法手工現做 古早味與新時尚並進 讓傳統好滋味更有機會被看見